对今天准备测试一下 这是第一个录像 然后今天呢 嗯 今天我们会在路上跟 Chrystal一起去拜访一个客人 嗯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然后因为在找了很多机会要录视频 各方面大家都在忙 所以呢就借用这个去 看客人的路上呢 就是去跟大家聊一下 费务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换换方面的一些问题 OK好出发 现在去罗宾了 员工先首先是员工 如果是员工为了感谢他们一年的辛苦 让我们送一些礼物 这些我们可不可以送 可不可以抵税 就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注意事项需要我们客人需要 呃大家知道的 嗯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 我基本上接到好多客户 send e-mail啦 send信息啦 问一下 这个可以买吗 那个可以买吗 其实呢 你们就是 基本上看 买礼物的时候呢 你就基本上就是想着 是不是entertainment的gift 还是non entertainment的gift 然后呢 其实这些算是entertainment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一种呢 就有点难说 claim that tax deduction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 你要注意的 是不是entertainment 跟non entertainment 然后第二个就是价钱 就是如果是送给员工的话 尽量就是保持在300 including GST 的那个 amount 每一个员工 就是一个员工300块 including GST 低于这一个 对 低于300块 那你就可以claim deduction 也可以就是claim那个 GST 都可以 deduct的 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对于客户 就是client呢 和supplier的那种呢 你就可以其实价格就不受影响 但是呢 必须要 maintain在就是non entertainment的gift 就是没有娱乐性的那种礼物 那一个的额度 你可以稍微高一点 但是不要太过 excessive 就是不要太过贵 然后还有Christmas party 他们还有问的就是 Christmas party 要怎么去搞 这个Christmas party 可不可以claim deduction 那其实如果你是带员工 出去外面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是要低于300块 不能够claim deduction 但是你不会有这个FBT的issue 最好就是如果你要搞一个比较小型的活动 就是买个午餐啊 然后take away啊 pizza啊 那种 带回去公司on the premises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是照staff amenities这样子claim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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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